當初在演出的時候其實有個小插曲 因為就有父母觀眾曾經跟我們說 欸你們這個是電腦動畫根本騙我們 這是在看劇場 我們就說不是不是 你們剛剛看到一切的特效都是我們在現場做出來的 而且完全沒有用到任何的電腦燈 那父母就說你是騙我 結果為了要業名正身我們就怯氣 我們就在後來在全台灣循迴的時候 特地賣了一些後台廠 就是賣給那些不信息的父母觀眾說 來來來請你們直接到後台給你們看 我們的實際演出其實是這樣的 那在前面台前看那些螢幕的時候 感覺好像在看一個動畫電影 可是事實上在幕後非常的忙碌 演員簡直就像瘋了一樣 因為剛剛各位看到所有的畫面的特效 全部都是現場做出來的 那怎麼做呢其實很簡單 我教各位你們在家裡都可以實驗看看 那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有看到一些是真人演出的 孫悟空或是蜘蛛心的角色 他其實是帶了一個面具 但那個面具是長這樣子的 一般我們可能覺得面具是長這樣 可是他們把頭把面具帶在頭上面 然後有兩個立面長得那麼一樣 為什麼要有兩個立面呢 因為他們演員演戲 我們不能這樣子直的演 因為我們這樣有的手的影子會被吃掉 所以他們演戲永遠都像埃及壁畫一樣 走路都要這樣子走 然後打架就趕快這樣子打架 然後可是頭還是要面對那個 那在從這邊轉身到這邊的時候 你們其實看我的影子就知道 如果這樣你們根本不知道我的手在幹嘛 可是我一定要有一些這樣子的動作 你們才可以感覺到 這有一個互動的過程在裡面 那帶兩面也是因為從這裡 轉到這邊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兩面的話 他只有一面轉到這裡 他就露線了 所以用兩面他在轉的時候 他就會形成一個立體的空間 你會就是覺得說 他永遠都有一個立體的臉在這邊轉來轉去 然後因為今天在紅雅書房 所以其實一定要提醒各位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用非常環保 而且低科技的環保 為什麼非常環保呢 我們這齣戲的製作 比較花的多的製作費 其實都是人力 那在製作費上面 你們剛看到那些面具啊 或是我們做出來的小衫啊 房子那些 全部都是我們去垃圾回省場 搬了一大堆的廢紙箱回去 用那些廢紙箱的後部 因為他其實會有一個後部 然後我們直接在那些紙箱上面 割出各式各樣的形狀 那包括他們其實穿的衣服 在影子上看起來是立體的 可是其實也不是穿全身黑色的緊身衣 然後他的那個比如說蜈蚣 裡面有一些妖怪啊 或是女人 他身體不是可能這邊有一個肩膀上的裝飾 或是這邊有一個 然後你到後台看非常的稠 全部都是紙 像那個萬生節小朋友沒有錢一樣 然後自己拿紙片這樣裝飾包在自己的身上 那可是他透過光影的投影到螢幕上的時候 那個影子的效果就變得非常的有趣 像剛剛我覺得大家一定很疑惑的一個地方就是 剛剛有個道士他做這樣的動作嘛 然後突然間這邊把它是黑的 突然出了好多雙眼睛然後是亮的 那很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在投影幕的後面總共有三組燈 然後那三組燈呢 比如說你站在這個組燈前面 然後做這個姿勢 投影到螢幕上他就會出現一個人物的輪廓對不對 可是同時另外兩盞燈他們還是暗的 那我們會用鏡子 在那個鏡子上面刻上那個好幾雙眼睛 因為鏡子會反光 所以當你把這邊鏡子的遮定位把燈打開 他一樣都是投影到同一個地方上 所以他其實是運用一些光學的原理 然後把不一樣的影子跟花樣重疊在一起了 然後就會製造出剛剛各位看的那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後面總共有三組燈大家就要跑來跑去 那還有再給大家揭一個小秘密好了 最後不是看到那個孫悟空師徒一行人 然後走在那些山間 然後要去乳溪去取經 然後那個效果不是看到有一些雲在山裡面飄 那其實也是在鏡子上面 我們直接貼那個雲樓空的形狀 然後所以是對著燈這樣頻頻反射 然後把那個光打上去 那就很像小朋友上課無聊 陽光灑進來對照手錶 就會一個小光影子在那邊跑來跑去 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為什麼那個山會這樣子走 感覺好像忽遠忽近 然後人好像可以在裡面穿梭 人真的可以在裡面穿梭 因為我們用後紙板做很多這麼高的小山 然後這邊一道 這邊一道 這邊一道 然後我們就拿著手電筒 在這些山裡面這樣一邊走一邊照 然後你在這樣拉遠拉近的過程裡面 就可以製造那個山在移動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非常低tech 而且是多小朋友在家裡 都有機會可以做一出光影吸油機的原因 其實我們就在這裡 就這樣一道具 你知道我們 subsidiarcar- 手段 很低的地方 我們就要買回去